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搜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安心雅 当初是什么机运进入歌坛呢 其实就是那时候跟公司就是乱发新闻说 跑了五百场校园演唱就让我出唱片 那其实五百场校园是不太可能 会发生跑完应该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所以呢只是想要让唱片公司可以注意到我 然后后来就刚好美妙音乐的那个 就是有找我去试试 在录音室试唱 就唱一唱发现就是还OK还不错 所以就被牵下来了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并不觉得自己就是真的很漂亮啊 很性感或者是身材很好之类的 然后经过了大家一些就是赞美的话 让我自己更有自信 那我现在呢 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除了注意到我的外貌之外 还可以多听听看我的歌声啊 还有戏剧方面的作品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之后看到我可以有别的想法这样 爱学公主就在那通高楼大小之中 红色的超宝每天都来转身的接送 这张专辑呢叫做单身极品 那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曲风 那这张专辑呢就是要鼓励单身的朋友们 可以多爱自己一点 把自己想象成自己就是个极品 这样子呢才可以真正等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出现 才可以真的遇到一个真正的Mr.Right 然后呢这张专辑呢也可以 帮助一些失恋的朋友走出阴霾 所以这张专辑一定要听 听了之后你就会有幸福感 那再来要推荐的就是呼呼这首歌 因为呼呼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舞曲风格 那它的编曲呢也非常的厉害 再加上呼呼呢它是一个讽刺型的歌曲 那它讽刺现在时下的年轻男女生呢 对爱情观呢都没有那么的真诚 可能都是处于玩的心态 所以这首歌就是在讽刺这样的事情 还蛮有意思的 在我心中单身极品要具备的条件呢就是 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家人 然后 然后 认真上进就是 其实都是爱自己的表现啦 如果你 很上进啊 对任何事情工作态度都很认真的话 其实对自己都是好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 然后爱惜自己这样 爱爱 你受伤 他把你呼呼 他把你呼呼 爱 爱 比万宝龙还要哄一百倍的大明星 SOP 啊 漂亮啊 给 救命啊 我不会有了啊 这部电影阿嬷的梦中情人呢 他就是在讲台湾 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在北投有一个很 很像好莱坞的台语片的时光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真的电影都非常的发达 那我们在演的部分就是在 台语片在发达 要快要末路的那个时候 那我是演一个 从乡下 北上追星的一个姑娘 然后 误打误撞呢 就是成为了 那个 台语片里面的演员 那也跟里面的编剧就是蓝正龙 呃 产生了一个刻骨骨骨骨的爱情 那这部片其实 呃 对 对 台语片 就是对电影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在讲以前 就是台语片的喜后 那